打开标注样式管理器 单击新建按钮 输入新建样式名称 单击继续按钮 单击直线选项 超出尺寸线 输入1.5 起点偏移量 输入1 单击符号和箭头选项 箭头大小设置为1.5 单击文字选项 文字高度设置为3 从吃增线偏移设置为 1 单击主单位选项 单位格式选择小数 精度选择为0 小数分格符 选择为据点 单击确定按钮 选中标注样式 这位当前关闭 启动线性标注命令 捕捉单点 捕捉原心 单击左键 重复线性标注命令 重复线性标注命令 捕捉单点 捕捉单点 单击左键 重复线性标注命令 捕捉单点 捕捉单点 单击左键 重复线性标注命令 捕捉锻炼 捕捉锻炼 单击左键 重复线性标注命令 捕捕捉销炼 捕捉锻炼 捕捉锻炼 单击左键 重复线性标注命令 捕捉锻炼 捕捉锻炼 单击左键 启动继续标注命令 捕捉焦点 单击左键 确定 重复线性标注命令 捕捉原心 捕捉原心 关闭对象捕捉 单击左键 重复线性标注命令 启动对象捕捉 捕捉短点 捕捉短点 使用文字选项 回车 关闭对象捕捉 单击左键 重复线性标注命令 打开对象捕捉 捕捉短点 捕捉短点 单击左键 启动标注样式管理器 单击替代按钮 选择文字选项 文字对齐选择水平 确定 确定 关闭 启动角度标注命令 选择对象 选择对象 单击左键 启动继续标注命令 捕捉短点 确定 确定 启动角度标注命令 选择对象 单击左键 重复使用角度标注命令 选择对象 选择对象 单击鼠标左键 调整文字的位置 确定 启动半径标注命令 选择对象 单击左键 重复半径标注命令 选择对象 单击左键 重复半径标注命令 选择对象 单击左键 启动直径标注命令 选择对象 单击左键 重复直径标注命令 选择对象 关闭对象捕捉 单击左键 标注完成